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赵岩 今天是2019年的7月10号 那我们在工作室里面 今天把这个 基督徒看新闻见证频道的 这个两个嘉宾 一块请到工作室来 一位是这个李豪博先生 一位是文华女士 那么都是这个 我们基督徒的兄弟姐妹 那今天我们一起说一说 香港7月7号 再次的爆发了 香港市民为了反送中 反送中这个条例 上街请愿游行示威 并且向大陆的游客宣讲 他们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那么对此呢 香港特级政府啊 这个林郑菲娥 林郑月娥说错了 说错了 林郑月娥呢 又出来说 这个是寿终啊 还是正寝啊 送中啊 反正说了一套 胡说八道的理论 那么在此呢 我们请教基督徒 豪博先生和这个文华女士 他们怎么看香港这次反送中 以及社会各界所引起的反向 那在香港的基督徒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有请先离着我近的那个豪博先生 先给大家说一说 赵元弟兄你好 文华姐妹你好 我们看到香港事情从第一次的大游行 是六月 没有是对六月九号的第一次是一百多万 然后六月十六号第二次是二百多万 第三次是七月一号也差不多有近一百万 第四次是七月七号是二三十万 这样的四次大游行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有四位年轻的生命 亲身因着他们对前途的绝望 对以后生命的没有盼望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太对逃犯条例 变成把香港变成像中国的一个城市 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失望的情况下 所以呢这个是香港发生的 然后当然造成很多的经济损失 但是国际上的大环境是更加重要 一个是英国已经在议会 已经推动要将香港把它收回来 因为中共和英国政府的 他们两国签约的五十年基本不变 所谓的一国两制 他们等于中共这个逃犯条例一出来的话 就整个的把它全部给推翻了 所以英国当然是个一个契约精神的西方民主国家 当然不能答应 所以呢正在酝酿 能够要把香港收回来 这个对中共政府的打击是很大的 然后呢更加重要的一个情况是美国这里 也已经好几个法案在推动了 就是要取消香港的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 它是一个免税的 有很多很多的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的一些有利的条件 如果把它取消的话 就是其实跟中国的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深圳啊珠海啊广州一样的话 那香港这个国际地位就完全失去了 对中国老百姓也好 对中共政府打击是非常的大 因为从过去的四五十年 那个从中共执政到现在 香港是一个管道 非常重要的管道 是各个方面的 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是一个管道 好的方面就是说 贸易啊经济啊 它是一个中转的和西方社会和中共的大陆 一个专制政权是一个中转战 从不好的方面 它是一个也是中共政府权贵的一个专门洗钱的 专门做坏事的贿赂啊天堂 避税逃税等等都是个天堂 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 再加上我相信中共内部也有所谓的开明派 亲美派吧也有所谓的保守派 非常的强硬派 他们内部斗争所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看 我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逃犯条例这一事件的一个战事的 短暂的一个告一个段落吧 我们真心希望这是以后永远不要再提的 也不要变着法治变着别的面目 改变成别的条目明目再出来一样这样的类似的恶法 但是呢我们想从那个我们看到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完全是抵挡上帝的 是魔鬼撒旦在背后为了在操控 为了掌握掌控控制 那真相的不要只是为了一个权宜之计 以后再变着法治来 那真是魔鬼撒旦这样的轨迹 当然我们想我想基本上 他们这样的 从圣经角度来上 他们绝对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那那个文华女士 您是在美国受过教育 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 那林郑月娥呢 是受英国教育 同时呢 肯定也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 你怎么看一个女性 她这个做了一件 现在让香港人民如此分裂 如此撕裂的这么一件事 但是呢 她又不肯 又不愿意放弃 她所做过的 做错的 自己已经说受伸正请了 受伸正请就是死亡了嘛 那她还不愿意 面对香港人民的怒吼 从她的权力的宝座 放弃她的权力 权力的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混账 还是叫混账 我不知道她怎么形容她好 对 其实我谢谢赵老师请我们来 我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 因为上帝造了这个地球以后 第一个犯罪的也是女人 女人其实她有她很多的软弱的地方 我们不敢这么说 对 但是圣经是这样子讲的 不过呢 这个林郑月娥在这个送中这件事情上 罪犯送中这件事情上 她其实是不得明星的 你看香港这么多人 起来反抗 她还在那样一味的坚持 要跟香港人民的名义对着干 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 那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我相信她背后的那个力量 迫使她不能放弃 她这次的这个放弃呢 其实她也没有认错 这个是个关键的点 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犯罪了 她应该要认罪悔赶 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办法 如果你只是暂时不再做这件事情 你也不承认自己以前做的是错的 这个事情是基督徒要警醒的 她并不是说 我错了 我以后不干了 她乃是说我这次没搞成 是说明我没搞到清楚 我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弄好 我就来打仗了 我现在不打了 你们也不要打了 她乃是她的真正的这个做法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香港人民来说 应该要警醒 就是这个邪恶的 暂时的这个暂缓跟你打仗 不表示她不打了 您的意思 她首先应该忏悔 那当然 忏悔自己的罪过 其次呢 应该谢罪 对 就是香港人民要求她下台 四条人命 四条人命 四条年轻的生命 对 就顺着这个 牟杀了 她作为香港的这个海风 就不见了 她作为这个香港特首 对这个事情 她应该担起她应承担的责任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相信 她自己也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 我觉得她 她想自杀都不可以 她想辞职都不可以 如果她背后的那个力量 不允许她 她也做不成 那这个背后的力量是撒旦吗 一定是撒旦直使的力量 那我们已经听清楚了 在美国的基督徒 包括我们这个女性的朋友 姐妹 对郑林月娥有个建议 您最好忏悔 如果要是 真正的发自内心忏悔 她是不是也应该学那四个孩子 当然那孩子 那个四个人自杀的动机 跟她是不一样的 是她不忍 香港明天走向 独裁和专制 被中共所利用 他们为了抗议这个 失去的生命 郑林月娥 有四个生命已经消失了 她要不要负责任 我记得韩国 好像有一个教育部长 因为学生出了问题 自己自杀自尽 日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 铁道公司出了问题 那铁道公司 这个火车出了问题 老总就自杀自尽 以泄天下 郑林月娥受过英国教育 好像没有这个局务 是吧 但是她可能 不是可能 她也受了中国的很多的教育 所以她现在 我感觉 她就是想自杀 她也杀不了 她的命根本不在她自己手里 是吧 她年轻时候 就在中国的所谓的 清华还是北京大学 那些受训过 那这个清华北大 所教育出来的人 是绝对没有基督精神 也没有忏悔意识 是吧 当然从基督教 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也不鼓励人去自杀 这个人的命 其实都属于神的 这个你杀别人 跟杀自己 其实在神面前的结果 是一样的 你这个 要自己要担当起 自己担当的责任 我想香港应该是个法律的地方 按照香港的法律 怎么制裁它 就应该去怎么制裁它 就是这样 那那个 郝国先生 昨天在这个 纽约 联合国 的总部 不在瑞士 我说错了 人权理事会上 香港有一位 这个著名的女 女歌星 叫何韵诗 她在这个 理事会上 讲了两分钟 香港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 2014年的 战中运动当中 她就是一个 非常勇敢的 这个英雄 因为香港的艺人呢 很多都是 惧怕中共 不给他们市场 他们演的片子 在大陆不能上演 那不能上演 他们就没有钱赚 所以像这个 谭永林啊 这个 成龙啊 这些 不是御用的 但是呢 比御用的干的还坏 他们出来挺警 挺香港政府 反对香港市民 那您觉得 这个何韵诗 宁肯放弃 自己的这个市场 少赚钱 但是也要 走到这个 正义的一面 您从基督徒的角度看 他的行为 那你给大家分析 分析 他的行为 意味着什么 对 我们看到了视频 看到视频 他在联合国人权 大会上面 他强烈的要求 联合国应该把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府 把他从 这个 从联合国的 人权委员会当中 把他排除出去 因为 他所做在香港 所做的这些事 已经完全的 没有资格 和不符合 作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理事国 这样一个地位了 所以他非常的勇敢 然后 真是我们华人 社会的骄傲 更何况 他是一个艺人 是有名的歌手 所以在香港 是一面旗帜 其实他是许多的 别的艺人 感到很羞愧的 他愿意 为了真理 为了香港人民的 真实的权力 和前途 下一代 子子孙孙在香港的 前途 敢于这样出来 坚持真理 讲真话 这是非常的感动的 所以 应该 其实我们应该点赞的 是得到鼓舞的 他非常勇敢 虽然两次被打断 但是他讲得非常清楚 那文华姐妹 昨天这个 在美国 发生了另外一个 跟香港有关的事情 那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彭斯 和美国的国务卿 彭比奥 分别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 接见了 香港传媒大王 香港苹果日报的 总裁 董事长 黎智英先生 那您怎么看 美国政府的高官 见黎智英先生 那么中共今天做出了一个 对两件事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对 美国政府高官 副总统 还有这个 蓬佩奥 这个国务卿 都接见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传媒大亨 那其实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于香港的问题 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的 他们在 倾听这个传媒大亨 来介绍香港这个反送中的 这个情形 发展的这个情形 其实这一点 可以看出 这个反送中这件事情 在国际社会上 已经被这个 各个国家的首脑 和这个管理团队重视 所以 这是一件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发出抗议 我觉得这个是 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立场 是一个非常的不民主的一个立场 你香港人上街这么多人 一百多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这件事情 表达了香港人的名义 你作为香港这个政府 这个上面一个国家的管理者 你不来倾听你的名义 别的国家的人 这个地球上的人 别的国家 愿意来了解一下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你们出来反对 说人家 人家什么也没干 只是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就出来去抗议 这个就说明一个 你这个国家的管理 是有问题的 你就是要把中国盖在一个盖子里 不让别人知道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是一个非常 你就是跟国际社会不合作 不能来往的一个态度 你这个国家这样发展下去 是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 对其实 我怎么看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 是美国政府向全世界 也向我们华人发出一个信息 就说美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人民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 关注这件事情是开始 其实它后面的议员 国会正在酝酿很多的法案 对香港这个国际地位 历史的地位 重新的要进行调整 所以对媒体的大佬 这样一次接待 是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 其实更好的是向台湾 也是媒体传递了一个信息 是美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的川普总统的团队 不会像以前的那些民主党了 或者说是不伦不类的 那些政党总统 他们所采取的暧昧的态度立场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战争的时候 奥巴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对 2014年 对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届美国政府执政团队 是非常好 因为他们周围 许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从副总统迈克·彭斯 国务卿彭培奥 还有那个John Bolton 还有Larry 莱德·希泽 还有后面好几位 包括那个Larry Kodra Kodra也是非常好的 他们是很信仰圣经 每天每个星期去教会 天天在家里读圣经祷告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 好 那今天关于这个香港问题 我们请了两位基督徒 他们从基督的角度 从自己个人的经历 和学识的角度 给大家一个不同的 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和观点 那给我们这个听众和观众 带来新的视觉 让我们一起谢谢 陶伯先生 也谢谢文华女士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观众听众网友 上帝爱我们